9月14日 中共天津市監獄管理局前黨委書記、局長梁青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調查 梁青海曾因迫害法輪功被法輪功學員舉報 公開資料顯示 現年64歲的梁青海長期在中共監獄系統任職 從1980年5月起 歷任天津市勞改工作管理局財務處會計副處長、審計處副處長、天津市監獄管理局審計處處長、行政裝備處處長、副局長、黨委副書記、政委、局長 2011年10月起 梁青海任天津市司法局黨委委員、市監獄管理局黨委副書記、局長 2014年3月 任天津市司法局黨委委員、市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 中共官方通報沒有提及梁青海落馬的原因 梁青海及天津監獄管理局曾因積極追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曾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及被海外明慧網點名 據海外明慧網2020年5月14日報導 現在梁青海被舉報 其任天津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期間 曾積極執行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 縱容天津市監獄系統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 用灌食、毒打、罰戰等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 為了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甚至採用注射破壞中枢神經的藥物 高強度逼迫法輪功學員做奴工、強制精神灌輸等手段 法輪功學員陳瑞琴、李希望、朱文華等因此被迫害致死 同時還阻撓法輪功學員家屬會見 無獨有偶 2021年8月28日大陸江蘇省消息 連雲港市原常委、原政法委書記王立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在接受江蘇紀委監委的審查和調查 明慧王9月4日刊文 披露了王立斌追隨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文章並指出 王立斌等多名中共官員的落馬實際上是其侵犯人權招來的報應 王立斌是江蘇披州人 曾擔任中共連雲港市新浦區常委、宣傳部部長、常務副區長、區委副書記、區長、區委書記等職 2016年9月 王立斌任中共連雲港市委常委、海州區委書記 2017年5月任連雲港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2020年12月被免去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職務 王立斌在任職市政法委書記期間瘋狂迫害法輪功 致使很多法輪功學員被綁架、被非法抄家和被非法判刑 甚至含冤離世 明慧網記者在文章裡寫道 在監責民發動的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中 那些曾經參與和正在參與迫害的人 從省、市到基層 明知法輪功學員都是善良的好人 為了職務、為了飯碗、為了自保、為著良心犯罪 都將面臨正義的審判 善惡必報 現在沒有遭報 是老天爺想給其中 還有可能改過的人留下希望與機會 其實他們才是這場迫害的受害者、犧牲品 明慧網的報導還提到了另一名中共官員的惡暴實力 連雲港市原公安局局長、副市長陸雲飛 也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結果不僅本人喪命 還殃及一家老小 2014年8月8日 陸雲飛被中共中紀委調查組帶走 隨後 他的弟媳查出得了絕症 老岳父在回老家的途中脊椎錯位 很快 他的岳母又查出了直腸癌 半年後 陸雲飛本人患上了白血病 當時是慢性的、腳輕的一種 保外就醫 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退出贓款300多萬 陸雲飛於2018年9月29日死亡 中共江澤民集團自1999年7月迫害法輪功以來 對法輪功群體實施了騷擾、綁架、非法拘禁、勞教、批捕、 庭審、判刑、酷刑折磨、強制奴役、活摘器官、破壞家庭、 開除公職、搶奪錢財、扣發養老金等各種各樣的迫害 明慧網大量案例顯示 中共在監獄系統採用了上百種酷刑手段 來折磨法輪功學員 主要的有電行、火行、水行、動行、烤行、 做行、惡行、撐行、毒打、性虐待、藥物迫害、墮胎、火摘器官、 使用動物摧殘等等 明慧網報導寫道 人在做 天在看 善勸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員 立即懸崖勒馬 不要再做害人害己的事 並抓緊機會 將功贖罪 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 本文由大紀元記者徐孟兒報導 部分內容摘自明慧網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 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